对啊 你看大盘涨上去对不对 空单一路撤退有没有 有没有 亲爱的 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讲 我是不是三个月前我就跟你预告了 陈炎正空军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 有没有 有啊 你现在看到了嘛 是不是这样 永远就是背离嘛 股价趋势往上 对 对不对 卷支趋势开始往下 一路补指数一路上 对不对 欢迎好朋友来到古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成国际头顾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陈建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笑得可开心呢 而且笑到心窝里好甜呢 有多甜待会再跟你分享 重要的是您完成报名了吗 赶紧把电话拨通02-2542-9977 就是后天就是这个礼拜天下午的两点 记得准时上线准时收看 还没收取链接02-2542-9977 或点light群组点图链接填报名单 这一次老师昨天因为我知道老师你已经把它先录制完成了 好精彩啊 好精彩啊 有多精彩你自己看了就知道 我不能透露我不能说 多精彩 股票间就先飙了 对对对对 一直按耐不住 所以老师 哎呀我这个时候我要讲老师你礼拜三那天 八爷爷不是大卖股票大家下坏了大盘崩吗 但老师在那边呵呵呵见烈欣喜啊 那天老师很开心笑很开心 那天其实老师放红利 放了红利好甜喔 甜到心里了 一个是消音股 昨天你看到废半大跌 嗯 你昨天看到昨天废半大跌 今天你又要去杀股票了 那真的是 那你 左轻右轻吗 前天杀 昨天追 废半开地走高 然后呢你昨天再去追 然后今天怎么样 你又要再去杀 你有没有觉得 好累喔 一来一往 我常讲一句话 养一分静气 多一分福气 这两天你动来动去 你动来动去有赚钱 那我就恭喜 可是你发现你动来动去 你怎么好像总是 又追又杀的 有没有 跟无头苍蝇一样 真的是喔 你都忘记我们在春风里 那个烘焙王子怎么讲的 对不对 给无头苍蝇的这个观众 一个忠告 我们的节目好好跟好来 这是他自己的亲身之一 我们的心法好好来 对 你看他 把这个操作交给我们 对 放心的去烤面包 去做本业 对不对 烤到现在老板要栽培他了 是啊 是不是 多好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头要放对位置 然后呢你的钱 你要放对位置 对不对 你的股票你要放对位置 你要放对位置 你的资金你要放对位置 要跟对人 好不好 你的时间 你更要放对位置 好吗 好 所以咧 礼拜天 这礼拜只有一天的休假 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在家好好的 你可以出去玩 像我假日 对不对 骑马打仗 不是 骑马乙斜桥 放松心情 骑马乙斜桥 满楼红袖招 或者是怎么样 开开游艇 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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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谷海 乘风破浪 闯谷海 趋势方向不失真 大家好 我是谷海大丈夫 爬爬山 读读书 像我现在一直在感进度写书 对不对 礼拜天你也可以来 参加我的飞龙在天 线上分享会 线上分享会 我里面的内容 我会抢先预告 集团做账要来了 对 集团做账股 有哪些可以做 股东行情 股东会也有行情 是 股东会行情也要来了 股东会 在这个 宣布要开股东会 那一天的前60天 之前 融券就要回补完 对 60天不是6天 两个月 对 所以5月开 3月就 5月初开 3月初就要回补完 现在2月了 懂吗 5月底开 对不对 6月初开 3月底 4月初就要回补了 对 那剩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正好给这些集团 对 赶快 给这些 还有手上的这些 第三季很 去年第四季很糟 现在低季很不好 那很多人股票去年套牢 对不对 那开股东会就很怕被怎么样 对不对 被那些股东摔丢椅子拍桌子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必须要加紧 不能太难看 所以你懂了 好 所以究竟有哪些集团 做账搭配股东会行 再搭配 嘎空行情 农券回补的行情 对 大盘还有行情 大盘没行情 那我们的个股绝对会有行情 是 所以 这一个分享会 你不要再错过 我说这叫什么 免费报名参加 对 就是你只要打电话 或加赖填表单 就可以报名 你最近 你是我心奋的人 你都可以来 打电话 打电话 然后呢 你都已经看我一年两年了 对不对 你这一两年 你都还要再来 我说我们的连结都一个一个给 因为你不是我会员嘛 我是会员 你是在我的call讯里面 我们从公司的系统一发 所有人都可以收到 对 可是你不是会员 我们变成我们的助理要怎么样 一个一个 我们要一个一个给 没错 那一个一个给 我们就给怎么样 这一两次 第一次看的人 我们就优先给 优先啦 第二次看的人 你可能稍微慢一点 再来第二 第三次看的人排第三 你已经参加我好几场的人 那你就麻烦等我们的这个 助理忙完 我们才有办法给你 陆续发联系 因为每次报名都上百人以上 我们要一个一个发 对 对不对 我们要一个给发给你 但是我们又同时 有现在的会员要服务 所以麻烦你体谅一下 麻烦你体谅一下 我成员外的故事 我讲好几次了 你都看我一两年了 你都发现我也很准了 可是你还是选择在外面看 那就没办法 麻烦你排一下给还没看的人先 那你都看那么多次 印证那么多次 你还没跟上脚步吗 你还没跟上我们的 跟着老师的节奏吗 今天立志消息公布 是 这是工商的啦 工商讲说去年赚近1.5个股本 打算配10块的现金股利 你用300块来看的话 那只有3%多 3%多啦 所以3%多还是比你的定存强嘛 对不对 可能比你的美金 今年的利率 你又比美金好 问题是你的美金也是在亏啦 对不对 OK好 但 这是工商喔 别的不是喔 别的 别的 标题的想法 所以看报纸 你不能只看标题 对啊 针刀非针刀 别的标题都是利空啦 利多非利多 利空非利空 所以你要怎么去看呢 要怎么去解读呢 好 这个时候就是要听 我们节目 听建成老师告诉您啦 谁还没有订阅的订阅 然后呢 记得分享会老师 他会讲更多喔 赶快来报名 今天这档利是 开低走高 光要讲这档 就很多东西可以讲了 真的 你看喔 这一个 有一个是写 这是Money低追 他的标 笑得超恐怖的 利字 利字去年 第四季获利 骤简 骤简 骤就怎么样 左曰离书封轴 有没有 非常快速的 很快 对不对 你怎么没有接下一句 我还没反应 那个 左曰离书封轴 什么绿肥红瘦那一个 知否知否 知否 OK 好 所以他 超过九成 第四季获利骤减超过减的 而且第四季的获利烂到爆 全年轮创高 第四季每股盈余 掉到只剩0.19 对不对 很糟对不对 很糟 所以早盘有先反应 很糟对不对 那请问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是现在是还是过去是 还是未来是 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已经走过最糟了 你还是要 请你看一下这档利是今天 有反应一下 我就已经跟你讲不要踹落水狗了 有没有看到 有 今天下去 对 都是亮耶 都是亮耶 这边你看到没有这一区 那你今天 你今天去 因为既然是亮就是有人买 有人卖 对不对 有买有卖才有亮 那你卖的 你去砍的人 我为你感到怎么样 感到遗憾 我为你感到遗憾 那你去 敢去低阶的人 我为你怎么样 拍拍手 恭喜你 对不对 那你猜我们今天有没有买 你猜我们今天有没有买 你们都知道 立志是我的 陈盖骨 对不对 OK 那你猜我今天有没有买 陈盖骨 陈盖微风 谁雨陈锋 掌声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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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跟你讲了 我不一定要让你买在最低 我不一定要让你买在最低 就像去年 有今年月上还有230的时候 对不对 对 有人买 有人不买 那有人不买是他没钱买 那有的人不买是他觉得说这么烂的股票你为什么叫我买 那没关系嘛 我讯息我都告诉你了嘛 对不对 就换他涨到340 那接不接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对 OK好来 我一直跟你讲 我带你做 我拜托你 你不要挑股票做 你也不要挑价格做 你真的觉得 那么在意那几块钱价差的话 那我觉得 这样会做得很痛苦 我说真的 你这一两天 你没有办法养一分进气多一分福气的人 你就看到这两天 他真的就是上冲下息这样震哪震呢 对不对 巴菲特 对 对 麦骨那天 那天杀 公布那天 对不对 昨天再涨个10块上来 是不是 对 今天呢 今天开低 开低 先杀下去 杀破这一天低点 很多人又要停损了 对不对 破近期低 然后呢 又拉 破近期低 先停损 对不对 你一停损牛上去你在干嘛 所以我才说嘛 养一分进气多一分福气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如果你没有会跟那就要会跟嘛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掌握节奏 你就跟在老师的节奏就对了 结果今天 结果今天这一根 已经把一二三四 几乎要吃掉这四根 这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 一二三四 这四天的几乎要吃掉了 对 所以说如果你是看报纸看新闻看消息去做股票 真的太累太辛苦 你看到我们立志过去这样子往下买往上卖 我们一张一张都是价差获利 我们一张一张都是价差获利 往下买往下卖 你资金不大的就是跟着我的讯息往下买 你买不了一张买500股 可以 买不了500股买100股 你都可以赚到钱 当然 这就是我们的节奏 对不对 我说一张一张往下买 然后上来一张一张往上卖 很简单 为什么你们不会 我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会 你不会的原因有可能就是怎么样 你的资金控管不好 你不会的原因就是有可能是你一直想要 要一次买在最低点 谁知道最低点在哪里啊 谁知道明天 我不是跟你讲啊 明天会不会台湾哪一个大地震 谁知道 你懂吗 不要把守株待兔那种行为拿来做操作股票 我们每天就是照节奏就是这样做这样做 对不对 是不是很简单 我说真的很简单 老师觉得很简单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好难 那你就直接跟着老师的节奏 跟着老师的步伐 0225429977 没有会跟你就直接来跟 跟上就对了 好那这个节奏掌握对了 你都可以赚得到 乘盖股 老师乘盖股一档一档 真的都很迷人的 今天的励志您看到了 这个开地走高 这个电子 电子 好 麻烦请你看一下 你们看到大盘叠你们就很悲观 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悲观 因为我做事情我是有本的 我照本宣科 来 这是 这一波低点嘛 这是去年10月嘛 这是电子族群的电子类股指数 好请你往上 请你看过来 这一波已经长到这边了 长这么多了 对不对 长一大段了 好来 你们 你们可能都在猜说 这样上来下去 好那这样上来 那也会再下来一次 对啊 族群是会下来没错啊 好你们喜欢做什么 上升轨道下升轨道 对不对 技术分析嘛 好来那这么爱画 我画给你看 好来 对不对 好来 这个上升轨道 好 等到这边再来买 等到这边 这边是哪里 二月 这边的大盘 这边的大盘 这个是电子指数 对 那这边的大盘就差不多是在 一万 一万五 一万四千九 一万五左右 对一万五附近 那请问现在差多远 现在差多远 今天拿到多少 一万五千 五 差至少四百点到五百点 四百五百点真的要跌 不是一天两天就到了吗 对啊 对不对 可是四五百点真的跌 是谁在跌 是台积电在跌 这两天 你懂吗 这两天 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对权重的影响不大 真的要杀毁是谁在杀 全只股 台积电在杀 连发科啊 连电这种杀下去 指数才有感觉 全只股对 对不对 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 你只要不是最高的 基本上 大盘杀下去 就像今天的例子 下去不是就上来了 这你懂吗 那为什么呢 我的理由很简单啊 请你看圈之笔 排在多少 还是 还在十一耶 十一左右 换句话说 它跟十月的低点来讲 指数都已经 涨了两三千了 对 这卷之笔还是高高在上 你懂吗 表示空单怎么样 并没有 空单都不走啊 来 卷之笔最高在哪里 最低在这里 对 现在还在这边 现在卷之笔还这么高 还是在高高 卷之笔最低的时候是在 每年我说龙卷回补完嘛 对 大概在五 对不对 就大概四月三四月的时候嘛 对 通常都是在四月底左右 是 所以你看喔 现在已经 十一 只剩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的时间 只剩一个半月 它就必须怎么样 要回补 要归零你知道吗 对 所以剩下一个半月 它就必须要赶快补回来 所以那接下来往下的力道 那 那卷之笔补回来的意思就是 放空的人要怎么样 要回补 要买股票嘛 对 所以为什么我说大盘 其实不太会跌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很多放空的人要等着怎么样 回补的 等着回补 的力道 所以回补就是买盘的力道 对那个力道 然后再加上什么 加上 三月底 集团要做账了 嗯 对不对 集团要做账了嘛 是 有些集团他们就特别的集集 然后股东会 对不对 又要接着来 所以 你觉得大盘会掉吗 嗯 我不觉得 这一股一股的力量 其实是会一直接力接力的 我不觉得 这需要技术分析吗 这不用分析啊 我直接用券单来看 我就知道 就算回也回不生啊 嗯 如果真的运气很好 比如说乌尔战争 又干嘛 或者哪一国又突然来打仗 我告诉你说 你那些没回补的空单 后面真的有大跌的时候 你要赶快回补 嗯 不是看大跌 再空 空单不补还怎么样 还想要再加空 那难怪你们都不会赚到钱 好 节奏要对 节奏要对嘛 很重要 所以你现在 手上的空单人 你现在是不是要 每天阿弥陀佛 拜托 拜托大跌 所以这个市场真的很奇怪 嗯 有人拜托 放空的人拜托他大跌 嗯 嗯 然后手上拿多单 希望他大涨 嗯 所以这世界永远就是两派势力嘛 当然 对不对 不是只有政党而已 股市也是 在这个时候 你死命去空的时候 嗯 对不对 你把你的手上的多单都停损掉了 嗯 然后呢 你接着怎么样 去空 使命的去空的时候 嗯 结果 你是巴不得他赶快掉到一万 八千 六千六 是不是 YT有个很有名的分析师主持人 告诉你六千六吗 结果咧 结果12682破完就马上了 你们那么始终去看他节目的 破底 然后你那么始终去看他什么 空头总司令的 现在是谁空啊 到了现在到底谁空啊 谁空 现在到底谁口袋空空 我跟你讲你做多的 除非你买到下市的股 不然你不会口袋空空 嗯哼 但是你去放空的人 嗯 这段时间很多都嘎一倍的 嗯 你那个M3要凹单凹到现在 你不是口袋空空的 毕业出厂了 嗯 对不对 真的 我们去年就在讲嘛 对啊 不是有个分析师 嗯 220去空M3要空到 一路往上凹单凹到现在 你再多加产你也不够赔啊 是不是 嗯 欸不是大空头吗 对啊 去年不是怎么大空头 怎么做空还会亏钱呢 对被嘎上 怎么做空还会亏钱啊 嘎不不 做多你也被套 嗯 做空你也亏 那你要干嘛 赶快 赶快回头试案吧 做人好难喔 不是做人好难 其实不难啦 其实不难啦 你看我们节目 为什么每天我们可以这样 轻松愉快的 跟您分享 所以 空单还很多 嗯 所以接下来还有这个 我跟你講 至少在三四月之前 都很安全 我已经跟你讲趋势了 两个月 未来两个月 好 你只要不是 短线去追那种过热的 右上角的个股 我就整体来讲 嗯 这一两个月都还会很安全 老师呢 不是后面财报很烂 都一个公布啊 那今天立志不是公布了吗 但是他的表情 财报不是烂到爆了吗 嗯 但是 只赚零点几耶 只赚零点几耶 第四季耶 嗯 那第一季搞不好更烂啊 老师第一季会更烂耶 那到时候股价不会更烂 那你等等看 嗯 嗯 你现在懂了吧 明白 你现在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的嘛 刚刚看电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嗯 再看一下这个大盘的 好 你有没有看到 你从近看 你就会觉得说 对啊 你看大盘涨上去对不对 空单一路撤退有没有 对 有 亲爱的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讲耶 我是不是三个月前 我就跟你预告了 嗯哼 成岩正空军 嗯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有没有 有啊 你现在看到了嘛 是不是这样 永远就是背离嘛 呵呵 骨架趋势往上 对 对不对 卷支趋势 往下 往下 一路补 嗯 指数一路上 嗯 对不对 就是加空嘛 我是不是在去年 10月11月你在杀的时候 对 我就跟你印证了 嗯 对 因为呢 然后券单就会慢慢回补下来了 对 有没有看到 嗯 我早就跟你讲了啊 涨到什么时候 大盘涨到它 空头结束 空头结束 嗯 嗯 有没有 嗯 是不是像在这边 嗯 这边 空头结束了 对 然后券单就结束 嗯 那现在还很高耶 嗯 你要跟这边比 对啦 跟这边比的方 是不是还很高 对 4月啊 去年4月 4月啊 4月底啊 就是老师说的 3月底喔 还不是4月底 3月底 所以你就看啊 你现在就知道了嘛 至少 嗯 嗯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嗯 是不是 意思就是在3月底以前 因为正好搭配集团做账 嗯 大盘不会怎么下了啦 所以你不要去乱放空 我已经劝你了 我说真的 老师都提前提醒了 不要跟趋势做对 对 这种是每年的游戏规则 每年的节奏 你连着每年的游戏规则 你都不懂 你还要硬是凹单 凹单 你要凹到什么时候 你要凹到 农券回补完 然后停券的那段时间 然后又回 又可以回来券的时候 你再来回来空一次 你怎么那么爱做空啊 好啦 所以这是每年的一个固定的节奏 你就把它掌握住 那你就顺着这个节奏 顺着这个市去操作 还有一个半月时间对不对 对喔 所以老师告诉你 这一个半月Safe OK 那重点是掌握什么样的股票 股票有哪些 承盖股要怎么掌握 要怎么抓 还有集团 有哪些集团 他们要准备开始 要把这个行情做上去呢 分享会来啊 025429977 我们的会员 你久了你慢慢就知道 跟着澄澄做股票 安心踏手 真的很安心 安心踏手 股票真的是只有能报不能报 真的 你发现你的生活品质变好 你不用再盯盘了 嗯哼 对不对 没错 嗯 你不用盯盘 那你就好好的工作啊 你的时间你可以拿去干嘛 你可以去读书 对啊 你可以去 净修提升自己 把时间用在 在提升自己的大脑 对不对 提升你人生的层次嘛 跟我一样嘛 哼哼 对不对 你把时间用在提升你的人生层次上面啊 哼哼 不要把你的人生 扮演时间花在钉盘 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说真的 你就交给专业 我就告诉你 钉盘真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真的 我说人没有高度 看的都是问题 嗯 是不是 没有格局 看的就是鸡毛蒜皮吗 好 好来 继续看 北台湾新户销售跌破五成 嗯 为什么 很简单嘛 你光看股市成交量就知道了 整个低迷量能够萎缩 不是不想买房啊 没钱买 没钱买啊 套在股票 本来还有保单的 就保单带出来也乱做 跟错其他人 对不对 或者怎么样 拿去换美金套牢 嗯 是不是 嗯 然后利率再升 嗯 嗯 那我认为最主要是 买房喔 有实力的人喔 不是 那些大老板 他们钱很多 是直接就现金买了 是 那年轻人呢 小资族 买房就要贷款 对 对不对 你要投款 上班族小资族 嗯 他们就很辛苦啊 那这两年不是很多人在股票 嗯 放下工作不做 每个人都把存来的钱 在前年行运正热的时候 你本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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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本来可能 头款要来买房子 买房 付头款的 就你跑去买了 结果你在股票里面 厮杀了两年之后 后来你发现你的人生 回头一片 对 对 所以 新屋销售跌破五成 这是很正常 那我认为短时间也不会上来 哦 但是我 我们在上一场的实战分享会 嗯 我们已经有跟你讲 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买房时机 是上一场还是上上一场 我们连这都讲啊 是 老师都有告诉你整个趋势啊 我们说你要跟着联准会的升息方向 跟着我们台湾的这个央行的政策方向 对 在什么时候 会是 最适切的 买房价相对低点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升息结束 到尾升的时候 到要降息前 嗯 不是开始降息 对 要到尾升的那时候 是升息尾升 对 然后还没降息 的那个moment 的 那一个区间 对 是 房价 最适合的 我觉得相对会低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 美国联准会 嗯 我们现在看CPI不都在看房价吗 嗯 对不对 那联准会什么时候不升呢 下半年了 就是打房 打到效果了嘛 对不对 房价没有在涨的时候了 对 对不对 所以他看到效果那时候他就不升息了 嗯 可是看到效果 其实都是比较慢的 对 那房价都已经跌到哪里去了 懂吗 懂 就至少慢三个月 甚至慢半年 好 所以我连买房子的时间点 我都告诉你了 嗯嗯 别的分析师会跟你讲这些吗 不会 嗯 他不会的原因是他可能不懂 嗯 他没办法跟你讲这些 嗯哼 那有人会攻击我说 哎呀 股票节目就好好讲股票 干嘛讲这些五四三 嗯 这不是五四三 这是看我 节目 嗯 人红利啊 沉迷的红利 对啊 好吗 老师都教你了 这有专业才讲得出来 当然 OK 嗯好 啊你想要听更多 分享会来听 金控沛喜今年不设限 因为去年的受险业都亏 对 因为防疫保单 其实有一个新闻 我前几天要讲我没讲了 嗯 找个看来在不在 我可能没贴出来 我手机上面看到了 今年 几大受险公司 要把他们的总经理 董事长换掉 五 有没有 五 高层换掉好像二十个吧 哦 因为 因为去年的保单的问题 来 这有没有讲过 有 我再跟你解 老师都说什么财务掌门都该换 我在跟你解 新安东京那几家公司 对 亏损的时候 我说这些财务掌你早就要下台了 对 老师那时候有讲 我是不是讲那时候早要下台了 是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 大老板们的 又是亡我一年 你有没有看到 是啊 都已经亏完了 这些你才要下台 来不及了 他们应该心中都很期待 能够挖角成任老师 那时候我还哭手说 对 老师可以斜杠去做财务掌 我都可以做财务掌 对啊 读书读到哪边去 他这台财务掌了 是不是 他们这个时候才知道 风险管理 是多重要 很重要 你就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些家族企业 不重视风险管理的 在国外风险管理 要做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我说我清大排球队有个学长 他是念应用数学研究所的 后来他去国外 他申请到史丹佛 他去史丹佛念博士学位 我问他说 那你博士你念什么 他直接跟我讲做风控 风险管理 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个 对 如果说我的爸妈是很有知识学问的 可能我们早早很小就知道了 可是我们都是边读书边摸 人生就是一路自己摸索 对不对 没错 他会讲说风险管理 学长 数学系 怎么去念风险管理 后来才知道风险管理都是要用数学 而且是很高深的数学 ok 就好像卖保险 卖保单是要精算师 对 因为精算师要帮你算风险 对不对 所以这次卖防疫保单的精算师 应该也都要下台了吧 ok 好 我学长在史丹佛拿到风控管理的博士 后来你知道他去哪边 本来他是要在矽谷的一些大企业 比如类似Google 这种大公司 因为大公司的资金部位大 对他们需要 事业体多 对 所以其实每一笔开支 或者每一个决策需要精算 ok 其实我们念公公 也是要念这一个 也是要念这一个 念到这一个都是很复杂的数学 说实在的我实在很不爱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 对不对 没有走公公 来 那最后你知道他去哪里吗 后来他找了工作在伦敦 到伦敦的荷兰银行 因为这种国际的银行 大型的外资银行都是全球的 对 那去那边干嘛 就开始做金桶了嘛 嗯 因为就是开始设计金桶商品嘛 是 所以不是那时候一堆联动债 你现在银行还是买到联动债嘛 对 那些联动债不是一堆很复杂的计算公司 对 那些都顶尽金脑袋算出 你根本就看不到嘛 对不对 金脑袋算出来的 就是这样 风险管理 很重要 好 讲那么多重点是要告诉你说 你买金桶股就比较安全吗 没有啊 你买金桶股就觉得他配息很稳定 对不对 配息很稳定 为什么现在要拿出来讨论 今年到底有没有配息 我请问人家怎么配啊 亏那么多是要怎么配 那配也是硬是怎么样 增资再来配啊 现在这些公司不都要增资吗 一千亿两千亿的都要增资啊 对 为什么要增 因为亏出去就是一两千亿啊 一两千亿耶 是亿 不是一两千万 一两千亿 一两千亿耶 嗯 人家台积电去年赚多少 这样你懂了没 嗯哼 你懂了没 科技股比较差吗 科技股 来 那配十块啊 那你现在再巴不得你的 存金融股的人 我早就告诉你 既然要存股不要存金融股了 我说你们不要再相信 YT上面一堆什么存股达人跟你讲说 金融股 然后报酬每年多少 然后你长期给它存下去 那你既然有办法十年二十年去存一家公司的银行股 那你干嘛不 这二十年来 如果你是存台积电 你不是已经可以退休了 找位置家去喝咖啡了 对啦 所以 你懂我意思吗 选产业很重要 就算你既然要存股 所以为什么 烘焙王子 对 他跟那老师 对一个小时他把我的这个理念听进去了 嗯 去年到现在 二十万 二十万现在四十多万了 已经财富翻倍了 那你懂了没有 那你去存金融股看看啊 你有办法二十多万吗 二十多万变四十多万吗 没办法嘛 懂 那你懂了没 你观念 你还存金融股 台湾最有竞争力的不是在金融 台湾最有竞争力的就是在这些科技 高科技耶 真的 你懂了没 而且是他们的这个产业是不断的向上 巴菲特不是很爱买金融股吗 嗯 美国的富国银行 等等的没有 大股东就是巴菲特 巴菲特超爱买金融股的 那他干嘛不来买台湾的金融股 那你懂了没有 嗯哼 好 我每次常常都要讲到很激动 对 要讲到喘气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 难怪以前会有要摔笔的老师 老师都要摔扇子 只是他没有摔球棒 我讲这么激动 我不是脾气不好 是老师 我是为你 希望能够拦住你不要做错的觉得 我是为了你知道什么 心疼你的 心疼你的 心疾如焚 对 心疼你的血汗钱 希望你不要放错篮子了 长老教会有一句话叫什么 焚而不回 我就是这么 就是为你们这样子乱投资 左轰右轰 为你们心疾 为你们的钱在那边召集 然后还有人怎么样 贪 然后被诈骗集团骗去 很多 我跟讲脸书一堆群组 好多好多 现在很多这种诈骗 然后 来各位我既然讲到这了 用很多的一些名人也好 或者是就是 我跟讲现在网路超多 用名人 对 然后写文章 还好我还没有那么有名 对啊 是陈文茜的 然后 连陈文茜都有存股群团 对 你要相信 然后 而且他们都写的 我觉得我这边念就好了 写的那些文章都写的 这个 现在连 现在他们更厉害 他们把钱百分百的主持人 对 跟钱这不是新闻的主持人 两个同框 对 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对不对 你有看到 你要相信 对不对 你要相信 然后去参加存股 存股社团 然后他们里面有一堆装脚说 我在这边赚多少钱 然后 对 我就是把钱馈给他们 然后呢 我就去可以用很便宜的钱 买到那个承销 内部人才能买到的价格 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 你贪啊 那都是诈骗集团 你贪啊 那真的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亲爱的 千万不要乱加这些 这些所谓存股社团 然后一个一个 后来一个个来跟我讲说 老师 老师我被骗了 一百万 老师我被骗了两百万 老师我被骗了三百万 他们一开始的第一步 一定告诉你先加入免费 免费的那个line 然后你加进去之后 他就一步一步一步 你会发现 天哪 到最后才发现是诈骗的时候 你已经人才两空了 很多啊 诈骗集团是知道 我们现在要把他们揪出来是不是 怎么这时候要看 突然就找不到 对对对 很多耶 每天那个脸书一打开 几乎你随便滑 滑个三两片就看到 你看老师我这边我才刚点进去 我看到的是夏云芬啦 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很多啊 然后我随便再滑 你只要看名人的 那什么唇谷 社团 社团 然后下面有个赞助 那就是诈骗 那都是诈骗集团的广告 好吗 非常多 那才一点进去 你看我连续一周都滑到 好几则啊 亲爱的 千万不要被骗了 好了我们节目赶快做了 好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 自己撒到被骗到也没办法了 好吗 好还要讲重点 来台商应掌握大陆内需复苏的契机 来看到没有 你有没有认真在看社论 人家专家传真 一般 一般人不太看 这不是分析师 他要什么 这是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 兼两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你知道我的趋势我怎么来 我就是看这些人他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我会有我的想法 我会去思考 我们早就跟你讲 大陆疫情解封之后 对 会创造 暴富性的 他们的内需消费 对 有没有 没错 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讲会摔手机 没错 是不是 是 你就看现在的PA股 有在很深的拉回吗 没有耶 手机供应链 大家现在都在等 是不是 等什么 等严冬过去春天到来 是不是 等春晚化开 所以你说会不会来 我迟早的事 只是你愿不愿意等而已 对不对 来 日本 我是不是前一日还跟你讲 有 我讲夜轮 他要去 夜轮要去跟大陆递怎么样 赶南枝 对 是不是 递赶南枝 但人家已经在偷偷的在做什么 我说 为什么要递赶南枝 你们只看到递赶南枝 好像夜轮要去中美破冰 其实 好端端中美破冰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那时候不跟你讲连日本都在卖美债了 对 有没有 中国也在卖美债 于是我那时候是不是告诉你说 如果他们都不买了 那美国借不到钱怎么办 哇 问题就要出来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在前面 老师都是真的提前都已经 我是不是跟你讲在前面 我是不是跟你讲在前面 提前看到了 我就是因为 我可以顺着藤墨瓜 所以我们的会员才能够都领先怎么样 其他分析师先卡位 对 你像爱普都现在在250260这边 上上下上下下的 对 其他分析师就是240才带你来 然后告诉你说我赚10%了 那140干嘛不来勒 你140干嘛不来勒 我告诉你140你干嘛不来好不好 140 140你在带你的会员扛股票 谁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好 明白了 老师都是预告在前了 讲给大家听的 清片业倒闭荒 看了有没有让大家触目惊心 真的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这个看了都会很惊悚 好惊悚喔 这标题下的这么 来 我说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是刚刚的 上一则 上一则 但是晶片槽真的真的这样子一片 看起来很惊悚啊 来大陆这两年遍地开花 现在怎么样 现在遍地关门了 倒闭草看起来很吓人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整个 你以为阿妈狗都可以来开金并公司喔 所以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要带你做台青交成的公司 对啊 阿妈狗来就想要开金并公司 就想要来跟台湾抢生意 这有这么简单 你知道研发科在上海 在中国大陆研发人员有多少呢 你知道吗 近万能耶 哇 你知道一颗超级晶片 你以为两三个就可以弄出来了 那里面是上亿颗的电晶体耶 台湾的优势不是现在才开始 台湾的半导体之所以会有现在的优势 在全世界举足轻重 那是因为经过三十年的君子终日前前 这三十年的君子终日前前 不是你跟我君子终日前前 是台青交成这些顶尖学霸 三十年的君子终日前前 才有办法创造台湾今天的半导体 今天的IC设计公司的一片天 所以你不跟我做这些股票 你跟我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去做容易被人家一拼就倒的 对不对 红利红利红利来了 看到这个嘴角就会上扬 就是前天 2月5号 前天 对不对 大盘大跌 我那天是不是跟各位讲WiFi 这两天的这个网通股都不错 对不对 是没错 这两天的网通股都不错 对不对 我那天是不是跟你讲 我是不是给你盖这一个 有 然后消音嘛 对不对 我会员专属 这一打红利股 就它 好强喔 就它 它不是只有今天强 其实这三天都强 你能够承受波动的 那你自己就去买一点 我说买一点 我还跟你讲买一点 就是不要去影响到 我们带你操作的节奏 我们的这个 你懂意思吗 是 买不了一张你可以买零股 很迷人 十股 五十股 一百股 两百股都可以 对不对 那时候我也跟你们清代的讲 是不是 对 因为清代的有的可以承受波动 有的没办法承受波动 你可以自己去判断 你可以承受波动的 我就带你做 你没有办法承受波动的 我就不会跟你讲 嗯嗯 但是影音看到了 有 你要买你就自己去买 这是会员福利 就是这样你看到没 嗯 它这两天都很强喔 不是只有今天喔 这几 这两天 今天不是跌一百多点吗 对啊它是 有没有看到 逆势向上 你要知道哪一档 自己来问 等下25429977 好不好 没有会跟就直接来跟 直接跟上 如果会员你还不知道哪一个的 前两天的笑音影片 你想看的 你跟特助要一下 我们其实有发扣讯给你了 你如果没有收到 你再来跟特助要 嗯 好吗 好没问题 来 这一档很强喔 想知道他是谁 自己打电话 025429977 更重要的是礼拜天啦 礼拜天的分享会 老师会帮您分析非常多 纵观全局 然后另外包括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集团 以及股东会的行情 要怎么掌握 要怎么赚 025429977 你赶紧来报名 就是这个礼拜天的下午咯 好 再一次感谢永诚过去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田馨 礼拜天的分享会 我们在这边跟你不见不散 让我古海大丈夫 陈建成带你富贵 稳中求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